女人上一秒还在跟男人聊天 下一秒就倒在了血泊中 死里逃生的两个男人迅速逃离现场 一名小男孩因为躲在了车里逃过一劫 他拼命呼喊着他的父亲 好在男人只是受伤 他让男孩赶紧打电话报警 一场枪击转眼间就要了四条人命 据悉美国一年死于枪击的人数高达三万人 这就是枪支泛滥的结果 好在我们国家对枪支管制 让我们生活在了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原规正传 重案组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普罗让警员尽快从加油站的监控里找出设计者的车牌 还有那两个逃走的男人也要尽快确认身份 弗林告诉普罗 报警的小男孩的父亲已经送去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 小男孩也被送到他母亲那里了 他们询问了几个目击证人 他们都说当时看到了一辆越野车 但没看到车里面是什么人 警员过来报告说现场一共死了四个人 除了无辜的女人和收银员以外 另外两个都是帮派分子 他们都在帮派数据库里 一个叫胡安 一个叫迪亚兹 看来这很可能是一起帮派仇杀事件 警局里 根据录像拍到的车牌号警员在系统里查到了凶手的汽车 可这辆车昨天就被博朗宁安保公司报失了 偷车的人还破解了车上的保安系统 关闭了车辆追踪器 看来这辆车是凶手专门为枪击事件准备的 另外他们还查到了其中一名逃跑的男子的身份 男人名叫哈维尔 刚从监狱里放出来 还在假时期 看来得先找到哈维尔才能知道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 这时候反黑组传来消息说他们找到了凶手开的那辆车 就停在了帮派首脑家附近 于是雷德尔派出警力把车辆附近的街区全部包围 防止凶手开车逃走 可这件事却引起了警员的怀疑 真的有人会在杀了四个人之后把车停在自己家附近吗 这也太傻了 警员蹲守在汽车附近观察是否有凶手的踪迹 可没等到凶手却等来了他们一直没找到的哈维尔 看来他应该也在找袭击他的这辆车 警局里 警员从凶手的汽车里找到了一把枪 根据弹道分析 这把枪跟射杀被害人的枪吻合 这把枪的注册人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名叫彼得 现住在莫洛湾 上个月他曾报尸了这把枪 警员还查到汽车副驾驶旁的窗户整个被子弹打穿了 也就是说司机开枪的时候 副驾驶座位上没有人 这看起来可不像是帮派仇杀呀 看来想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得去问问哈维尔了 审讯事理 雷德尔问哈维尔你知道为什么有人想要杀你吗 哈维尔说不知道 雷德尔又问你看见那辆车的司机了吗 哈维尔说看到了 可他戴着黑色的面罩 雷德尔接着问跟你一起逃走的那个人是谁 哈维尔说佩德罗 可他跟我一样也什么都没看见 检察官问哈维尔你在监狱里有没有什么仇人 哈维尔说没有 我现在已经有了信仰 我在监狱里一直都在赎罪 听了这话检察官差点翻出了白眼 雷德尔又问今天早上 你为什么会去帮派的地盘找那辆车 哈维尔说我在新闻里看到了那辆车和车牌号 我怕凶手还会杀别的人 所以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看看 检察官说那辆汽车已经被博朗宁安保公司报失了 目前我们还没查到是谁偷了这辆车 听到这里 哈维尔似乎有点惊讶 很显然博朗宁安保公司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雷德尔问哈维尔 你听过博朗宁安保这个名字是吗 可律师却阻止哈维尔回答这个问题 既然不能问 那就自己查吧 在调查了该公司以后 事情终于开始明朗起来 警员查到就在四年前 博朗宁安保公司的老板博朗宁的未婚妻梅丽莎突然失踪 博朗宁曾送给梅丽莎一枚价值6万5千美金的订婚戒指 可后来梅丽莎取消了婚礼 博朗宁想要拿回戒指 可还没拿回来梅丽莎就失踪了 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而让博朗宁跟这次的枪击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哈维尔 因为哈维尔在入狱前曾在博朗宁安保公司工作过 而就在哈维尔出狱的前一个月 博朗宁出城去了他一个住在莫洛湾的朋友家 而他的这位朋友名叫比特 看来的让博朗宁先生来警局摇一下